今天想要二个测评呢 还是三三个测评呢 选好了把弹幕打在高屏上 3 2 1 回国才快递 哈喽各位 帖子们大家好 新年到季四一周了 今年各位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呢 下次咧 你已经看到老家床上了 没事 等伟哥拿了年终奖 我就回老家给你们直播会出去 本来年前呢 想趁着大家忙的时候咕咕一下 没想到我竟然在年前 收到了换信息的特别手腕 新混之联和新有许魔的样品 帖子们快把牌面打在公屏上 其实呢 之前在WF的展会上 就被它不一样的造型给吸引住了 这样这样 我们就一起来开箱一下 也欢迎屏幕面前的帖子们和伟哥一起 来给这个样品提出宝贵的意见吧 登登登登 是不是超级独特 他们就是那种乍眼看看不出来 但是仔细看又能认出来是2233 就比较突破我以前对2233的认知吧 2233不仅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形象 讲真的 要是永远是一个元素做周边 我真的会审美疲劳 我想起了被EVA周边支配的恐惧 而且就对2233的名字超级好听 右边的死神R叫清幻之莲 右边的恶魔珊珊叫薰药屎魔 既然是手办马世界决定成败 我们还是来看看细节吧 这个造型呢 来自于银法师太太的笔下 话说我当时就是因为她的怪物拟人入坑的 原画呢伟哥就非常的喜欢 我没想到真的就可以手办画 双重狂喜啊 到时候我个人认为是力莲最佳2233了 整体手办很大 1比7的价格买到了1比6的手办 伟哥感觉又赚到了 颜色冷暖色调造型也不一样 放在一起竟然有意外的协调感 四股红南出CP也不是瞎说的嘛 还配有非常精致的地台 两个地台风格是不一样的 我这样分开摆放也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我也可以完美的拼接起来 伟哥说过一个成熟的手办就应该学会自带背景 这次除了地台 原画上的背景元素 南瓜灯 纳祖 小屋 炸奶 都被完美的保留下来 希望手办长满豆秩序保持自带背景的优良传统 我们还是接着一个个欣赏吧 清幻之脸 死神阿阿化身为提刀少女 身穿南黑配色的裸裙 四周环绕的淡淡的火焰 难道是鬼火吗 这个配色让我想起了亲自驱魔师 阿尔的面相和以往活泼的阿尔完全不一样 这个看起来更有种修舍公主的感觉 你更喜欢这样的阿尔吗 头发微微带点透明感 在灯光下会非常好看 裙子其实是三层哦 外层是透明质感的纱裙 第二层是有小电视元素的萝莉塔裙 裙子上有不灵不灵的珠光喷漆 里面看不到地方其实是有层透明裙圈的 大腿高筒丝袜做出了勒肉感 来来来来看过上个视频的 我也都帮你们复习一下 咱们今天这个阿尔穿的是多少粒的丝袜呢 原画上的蓝色火焰 小猩猩 蓝玫瑰 蝴蝶结等 都有一一保留 道具与镰刀和提灯细节也不含糊 地台也是充满了古典的棋盘格设计 还做出了凹凸不平的效果 今年的时尚圈也超流行棋盘格 除了地台的玫瑰花瓣没有还原 原画上的所有元素竟然都有做出来 不知道大祸会不会加上玫瑰花瓣呢 这个阿尔整体非常华丽吧 与其说是屎森 我觉得更像是带你死里逃生的高贵死神闺女 给你勇气 为你照明开路 总结一句话 像带我们私奔 来看看三三星药石魔 化身小恶魔的三三 沉穿白色制服 恶魔角恶魔翅膀 还有精致的小尾巴 直戳插屁 嘿嘿嘿嘿嘿 搭配手上和脚上的南瓜灯 万圣杰克尾感UP 三三戴着一只眼罩 对比以往的戴萌形象多了几分高呢 由于三三的动作相比二更大 所以三三的细节处理更多 衣服上的褶皱 还有衣服和腿腕的破绳都有体现哦 身上的糖果和蝴蝶结 挂饰 手里的南瓜 衣服上的小恶魔等装饰 都有完美的还原 地台是古城堡专面的设计 非常契合这个主题 二和三三你更喜欢谁的设计呢 欢迎在屏幕弹幕区投票哦 本主爱好者为客 被这个独特的亮灯方式 适应到了 他们两个分别提供了两个BB 既可以收藏也可以拿来发电 这个你懂的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超级好玩 伟哥到时候玩了好久的说 总的来说 伟哥还是非常喜欢这个 轻化制脸和新钥匙模的 看到原话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东西应该没法做成手办嘛 因为它小东西太多了 除了独特的发包发血和超强的设计 我还能感受到 BiliBili固子完美的诚意吧 这么多卡牌 先选择一个地域难度来手办化 这款手办大货呢 预级会在年后出货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 也欢迎屏幕或者弹幕去交流哦 伟哥呢也会统一收集起来 发给BiliBili固子 老婆要变得更美 要靠你靠我靠大家 伟哥查到资料发现 选这对手办确实经历了9981难呀 第一难 圆形难 圆形呢要根据影法师的原话 反复的修改雕琢 还要保持这个灵动感 属实很难呀 第二难呢是上色难 这个手办的小细节太多了 尤其是三三身上的小配饰 糖果猩猩腿袜绷带这些小元素 我已经感受到 出装师门神的崩溃了 因为之前伟哥也试过喷气 真的太难了 我喷的时候手就一人再动哦 最最最最最难的 我觉得是从78张卡牌里面 选一组手办化 选择恐惧症已经开始慌了 造型会上呢第一组选的是 语者和魔法师 这对真的很可爱耶 学生张永远的身 而且还有女巫和魔法师的元素 确实很可爱 这个好这个好 第二组呢是正义和审判 这个更动感 而且配件很多 我感觉像马骚后酒 但是这个手办化估计不太好 实现我觉得 丧一组的魔法师会更猛一点 第三组节制和赢者 这个看起来虽然很简单 但是呢这个设计比较新银比较现代 这个节制阿阿的跑酷形象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呢放在一起有感觉不太像一对 第四组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死神和恶魔 有一说一啊 这个配色是真的很好看 而且看起来很华丽 各有故事 听在一起的时候又像一幅画 那么这四组如果你是制作组的话 你会选哪组呢 欢迎在弹幕打出来哦 伟哥选第一组和第四组 其实伟哥也算不上什么手办之身爱好者 毕竟像我这么不爱的人 要是喜欢角色都买回来 那我估计180平的房子都放不下 所以我缺的是手办嘛 我缺的是房子呀 所以呢玩手办的都是别墅老 但是呢我会挑比较有纪念意义 或者特别有情怀的角色来摆放 算是一个生活记录吧 记录我当时当下对这个角色的喜爱 惊喜珍惜和认可 希望2022年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 并且坚持下去 比如战胜啊 跳舞啊 拼招呀 所有的相遇都是明明注定的重逢 也因为同一个老婆 让我们相遇在了这里 这还不值得你给个三连吗 拜拜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